那今天錄完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感覺很複雜也很多 因為這部片我覺得可以帶來討論的題材跟方向有非常的多 不管是對兒童的理解 或者對所謂你做善行 你要如何有些覺察 那以及你要如何去體會到 你在做所謂的善行 或在做所謂教化工作的時候 你有多好的歧視在裡面 以及包括就是說 我們到底在面對所謂強勢文化跟弱勢文化 我們只能去思考 怎麼樣去思考 那個所謂的融合 或者怎樣的文化的保留 是真正的關鍵的部分 那我覺得他可以討論題目非常的多 那今天的討論也有蠻多面向 因為我個人可能因為我自己的接觸領域 我很容易就現在兒童權利的部分 或兒童受到規訓的時候的那些 我覺得被侵權的部分 你一定會特別有感受 所以我從頭到尾會坐立南安 但是在聽到大家在討論 不管是宗教文化的影響 或如何去思考宗教與文化 或如何思考在佛教裡頭 我竟然有些是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 被中國影響的佛教等等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不同的思考的領域 那透過這種不同面向的討論 我覺得蠻有趣的 其實剛剛有一段大家並沒有特別去談的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題目就是說 後來那個逸祥有談一點點 就是關於說 當我們想要做某些事總是需要募款 可是其實這個募款要不要以 接收這個善行的對象成為他募款的工具 或者途徑或者招牌 我覺得這是一個要 任何一個在做這些事情的都需要去 謹慎思考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看起來不錯 我們讓孩子表演武術 然後也藉此募款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孩子是工具還是目的 就需要思考 我覺得能夠有這個機會 看這個紀錄片真的是蠻好的 那同時我也覺得是蠻震撼的 因為覺得好像真的看到了一個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在發生 但我相信那個惠里法師 他是出自於善意的本心 因為我看了蠻感動 我很仔細看 他要在學生去離開的時候 他是自己開車的 他不是叫別人開車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人 我非常的認同他欣賞他 但是我覺得這整個做法來看的話 似乎有一點點可惜的是 如果可以有一些決策者是當地的人 或者是當地的老師 培育出來的老師 譬如說是非洲人在教武術 或是非洲人當老師來教中文 或者是我們甚至是校長 或是決策的委員 可以是當地的馬拉威人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 都會變成一個更好的一件事情 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建議 我覺得事實上 當然從紀錄片角度 是有些事沒有交代清楚了 可能我對主角有點了解 比如說事實上在上課 他這些課程全部都是政府規定的課程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 可能就很容易漏掉這一部分 在拍攝的過程來說 因為事實上還有很多裡面的一些工作人員 都是當地人在做工作的 那甚至還有一些工作人員 事實上是這個 他們叫這個 就是 我一下忘了 就是他們事實上是一種social worker 就是 事實上他們都是在那邊 而且他們說 薪水雖然是ACC給的 但事實上還是 就是 他還是回報給政府的 回報他整個的情形的 在那邊的情形 那這個整個會議的感覺當然非常好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因為 可見我們每個人看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樣 就是 每一個專家 或者是參與討論的人 實際上 在看待這些事情上面 都很有很好的見識性 尤其對我們這個現代社會 我覺得主持人也做得很棒 這是我的一個感想 簡單的 今天看的這部片子 其實它是一個鏡子 可以照應到我們的心靈 我們怎麼看待 我們到底怎麼樣才是 為你好 為我自己好 什麼才是自己的選擇 是心靈還是物質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今天有什麼事情 剛剛沒講到的 有什麼不同的 我覺得 台灣的特色不應該是賺錢賺錢賺錢 台灣人可以有很多心靈的改革 那包括其實從早年 台灣很早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就有宗教改革 但是我們現在 大家對於宗教的改革 其實是非常退步的 現在宗教是非常物質化 今天看完這個影片以後 有一點小感想 就是宗教其實它就是人 信仰心靈裡面的最柔軟的一塊 然後看到對於那種不同教育的傳承 有一點針對種族的話 會有一點情夢打火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手心向上向下 都是慈悲 那百年以後捨得之間皆是感恩 就這樣子 我覺得 今天的談話 討論非常的豐富 尤其可以跟導演更知道 他當時候為什麼會拍這部片 那我覺得導演一直強調 他要從一個小孩子的觀點 來看待這一整件事情 那其實整部影片過程中 有好幾個非常不舒服的一個地方 就是包括這個ACC 他試圖要影響那個阿魯 也就是那個男孩 讓他對於外在的文明是進步的 然後他自己家鄉 自己的文化是落後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或者是傳教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不符合佛教 一個眾生平等的這樣子的一個教義 所以我很感謝這部紀錄片 可以讓我們知道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文化衝擊 那然後也對於那個 那個阿魯他最後沒有辦法 就是順著他的一個需求 然後離開他的家人 來到台灣 但是也不是他真正想要學習的 像電腦或資訊類的課程 然後反而還是在學習武術 那我覺得真的為他感到難過這樣子 我想這個片子 非常的讓我們有所省思 就是看到這種文化交流 或者是文化衝擊 我想文化交流不可避免 因為這個地球村 然後人員的流動 確實會有這些文化的交流 或者是宗教的宣傳 我覺得這些大概不可避免 但是可能有一個原則必須把握到 就是說尊重對方的文化 對各樣的這種全世界各個民族各種多元的文化 真的是要尊重 我們看到我們教會的宣教師從英國 從加拿大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來到台灣就開始學台語 跟在地的人一起的來學習 所以我們的教會每個禮拜用十九種語言 在做禮拜 要保持這種文化的多元性 讓這樣子的衝擊能夠降到最小 也尊重各種文化的一些特色 但是我想不要因耶廢食就覺得說 這種可能就是文化殖民 或者是把這些負面的東西提出來 但是確實提醒所有的宗教團體 所以必須要審慎的思考 整個宣教活動 這種宗教宣傳的活動 是不是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以及這種比較高壓式的 強迫式霸權式的這樣子的互動 可能會產生許多的負面的效果 也看到這些信眾 可能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並不是去造福他們 反而是讓他們現在苦悶苦難當中 所以這是提醒所有的宗教團體 應該好好的去自行檢討來改進的 其實我現在的感受是不太複雜 因為這不管是在文化來說 還是對宗教來說 其實都有很多可以探討的地方 今天是時間稍微比較短 比較沒機會大家可以交流 其實在裡面我也看到幾個 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要反省 也就是說要去疏口的部分 包括我看到這個孩子 他說他本身是藥族人 藥族的人民 但是已經不肯說他自己的武器 因為一年這年回去 他的步路兩次而已 所以他也沒有機會 好好去核心 也沒有機會 好好去修用這個技研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 台灣的孩子自己現在 遇到一樣的問題 包括建築這個 中華文化的侵略 不是只有我們雅片裡面 看到這種狀況而已 我們整個台灣 受到這個中華文化的侵略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我看到他 發現他已經沒有辦法 跟他的族群的人 到底來講我的時候 心裡面的感受是非常複雜 包括我們現在想要透過 我們自己的武器 來表達我們的心情 就是說要跟大家探討 看完這個影響 有什麼樣的感想 這是非常對 中國的議題也好 文化的議題也好 想要用武器來討論 也是有一個 但沒什麼困難 整個地方 不管是哪個作文 全部都使用法義 就跟他們現在 這個影響裡面 說到他們用這個中華文化 用這個中華文化 去做他們的傳告 同樣 讓這些孩子 雖然聽起來 全世界很多人 修容的議員 就是這個中華文化 但是事實上 他們自己的武器 如果是都熟悉的時候 他們的文化 漸漸都會熟悉 這是夠大 我們台灣也是 遇到同樣的狀況 他們要來反省的事情 剛才在這部裡面 也有分享到 這個中華文化 在台灣的事情 其實透過教友 去了解的部分非常少 大家都是看到 比如說電視在介紹 壓平在介紹 但是真的對這個中華文化 本節 他的教育 和他的經典也好 也就是說他的俗信 他的精神 其實我們在 我們的教友裡面 都沒有在討論 也沒有在教友過 我也是因為 他過去 沒讀過這個中華文化 才知道 原來 不一樣的中華 他本身的背景 或者他的歷史是什麼 是怎麼後來的 會勝出這個 這個歷史 或是這個文化的 這個團成 但是我們在教友裡面 其實也都沒有去 教友 或是去思考到 這也會造成說 我們現在的人 對宗教的不瞭解 可能就會有一些人 去受到這個信用 或是說受到這個 宗教的影響 變成可能 屬上 或是說他的行為 就去帶到 某一個狗牌的那個路線 因為大家比較沒辦法去思考 也沒辦法去判斷 說到底 宗教要是信用 讓我們每一個個人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地形 來去分辨 說好到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 常常有看到 有些宗教可能 騙色 騙財 這些事情 可能就是 在我們生活中 常常發生 這也是都 需要透過教友 讓你們的地形 更豐富 我覺得 這一次 參加這一次的應後論壇 給我非常多的 對我本身而言 就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因為看到 來賓還有各位公民代表 他們用很多不同的觀點 在討論這部片子 所呈現出來的一些現象 那 雖然大多數的討論 都是在宗教這個議題上面 但是 我覺得 我們 可能還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 回到我們人 對於援助 或者是幫助別人這件事情上面 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去看待 對 像 我認為 我認為 我認為應該是要 文化的交流 或是國際的交流 應該是要 站在更平等的位置 去對話去理解 那 不論你今天是有宗教 或是沒有宗教 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就是一個善的出發 那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這個 平等對話的角色跟角度 過去我有碰到一些例子 就是 像 我碰到 去過非洲的一些年輕的志工 他們也沒有任何宗教色彩 但在對談的過程中 我發現 他們對當地的了解 也是 不是很透徹的 像我 遇到的那一對志工 剛好去坑亞 那 我就問他們 你們知不知道坑亞 現在有手機行動支付 你們有沒有看到坑亞 就是 中興的這個 CPD的建制 他們的回答是沒有 這就讓我非常的疑惑 因為 你去那邊兩三個月 但是你沒有好好的去了解 當地的狀況 你只是 去看到 他們需要幫助的那一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這一個影片 可以帶給大家更多的思考 有一點是 我們在跟不同的文化 在做這種文化交流 或者是國際交流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用怎麼樣子的 態度跟角色去看待 這件事 可以 我們來看 谢谢大家